没米勒 没米勒 新年爸爸开玩的 不要想想想想想想 就没米勒了 国际顾问昆明博 经病是台南老家 赏骑手92岁 2005年一部记录 台南后币四位农民 真实故事电影《无米乐》 感到了许多人 最终的昆明博 因此成了全台 家喻户晓的农民代表 2016年底 昆明博被总统蔡英文 并认为国策顾问 依旧不改千倍勤奋的作风 前年年底 昆明博传出因病住院 读院后继承状态不佳 行动不便需卧床 蔡英文极赖心得等人 相继前来探视 一度传出昆明博病情好转 不料今年2月20下午3点46分 传来昆明博 并是后币经历老家的噩耗 想其瘦92岁 昆明博于是长期的最后一刻 昆明嫂及其女儿都在场陪伴 儿子也引致北部赶回台南老家中 昆明博的友人不舍地说 昆明博走得很安详 她女儿是说今天早上开始 她就有一点点呼吸会比较传 比较用力 昆明博就这样子 无声无息就走了 五米六打响了昆明博的名号 许多人转成跑到货币经历 来看这个大明星 但从电影回过现实生活的昆明博 昆明博 昆明博也没有爆魂抢昆明博 甚至更加浅奔耕耘 2006年也没有化学北料 请农药的台农71号有机米 打败308的花冬米 昆明博当时把得将的功劳 归功于老天爷 因为有提供被要叫狗才能种出豪米 豪气的将冠居民100万所得 全数捐出成立无米乐基金会 用来推广台湾米 不至于不求的风骨 老农平凡的世会令人敬佩 受聘为国色顾问后 昆明博仍不敢农民本色 有话直说 2019年蔡英文与赖行德 竞相争取 民进党总统党内初选提名时 昆明博以德川下抗民言 要得天下的人要懂得等待 向赖行德喊话 希望蔡来配你的选举 后必经历最美的一道风景 昆明博虽然陨落了 但小人物伟大的身影 将常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会在这边当昆明博饭告白事 日子目前还没确定 可能一年后天就知道了 动物新闻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